1月19号21时27分,新疆喀什地区加斯县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 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连夜派出工作组赶赴政区指导地方救援救灾工作。 新疆地震局、喀什地区多地消防、当地应急等部门赶往政区了解灾情。 记者于1月20号9时许,电话连线了正在加斯县西克尔库勒镇西克尔村救援的消防指挥员丁宇祥。 受灾的居民已经被转移到加斯县了,现在我们消防接线人员正在现场对受灾的访问进行求医的排查,它还没有被判人员。 然后我们在镇州的位置,西克尔库勒镇西克尔村东侧路边的地方搭建的帐篷,饮食保障车也已经开通了。 如果附近有居民,如果需要用餐的话,我们就得向他们开算,来我们这里免费领取。 目前,地震已造成一人重伤,多人轻伤,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 今年,新疆南部地震频发,除刚发生的加斯县6.4级地震和加斯县5.4级地震外,自2020年1月以来,新疆南部发生3.0级以上地震,还有1月15号阿克陶县3.3级地震,1月16号库车县5.6级地震等,以及19号阿图石市多次发生地震,其中最大震级5.2级。 此次加斯县6.4级地震,喀什地区周边民众表示震感强烈,还有网民表示阿克苏震感强烈。 据新疆气象局天气预报显示,1月20号加斯县气温为零下10度至0度。